大家好,又到了《趕人講事》的時候 剛才節目開始的時候,被A君提醒,黎智英,肥佬 他現在有些事情在搞,應該在《趕人講事》裡面聊一下 另外一件事,我要談談區議會 整個區議會其實有一個改革 我看一些細節,不錯,被年輕人上位 我覺得很好的,40歲以下,最好是小鮮肉、美女、姐姐 這些為香港的人才作儲備,我覺得非常好的 這一點當然是無人歡迎 年輕人上,始終是好事,最好不要分政黨 大家都是一致為香港著想的 我們首先談談荔枝營這件事,A君,怎樣看? 是的,話說就是這樣,這個荔枝營和三間《蘋果日報》相關公司 被控村謀愛國勢力,說荔枝營就厲害了 竟然又再想說,申請永久中止聆訊 法官的目標在一個月內作出裁決 眾所周知,這三位法官就是杜麗斌、李素蘭和李混騰 這三位是他們處理的 這次開庭的時候,荔枝營就不希望到庭 申請也是獲得批准的 雖然荔枝營沒有到 但是代表他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雄 有很多東西說,裡面說的那些 A君都不知道是精彩好還是笨實好 但是有一點是很精彩的 就是法官的解釋,A君認為真的相當精彩 好了,彭耀雄說了很多東西 他首先就說,指定法官任命過程 是完全無傷向公眾問責 即使又指定法官被除名 公眾都不知道制度很像 將法官分成兩級制 然後道麗斌法官說 法官各有各負責案件的 不是審理國安案較為高級的 哎呀,彭耀雄啊,有沒有讀書啊 從來都不是分開處理哪些案 就叫做高級的兩級制的 如果你是真不知道就是你無知 如果是你假不知道的 那我真的很懷疑 你是不是適合做一個資深大律師呢 然後還要繼續扯下去 就說制度偏頗 嚴缺透明度 影響公眾觀感和信心 不能夠大致公平審訊 這樣嚴重指控法院 道麗斌馬上反應 就像我們這樣 是,怎樣? 顛倒是非黑白 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看到道官就說 黎智英這個說法 代表黎智英一方的說法 顛倒是非黑白 哈哈哈哈 你繼續說 不好意思,不要唱歌 是呀,直到說 不知你說什麼 好了,接著 即是 Seven出來 就要接二連三 接著他又說 公眾可能擔心 法官保障自己 要繼續獲得委任 而作出偏頗的決定 哎呀,這個法官會不會這樣做呢 A軍不代法官說 不過就肯定 有些大律師 就會為了繼續獲得聘用 而作出偏頗的言論 我不是說你啊,彭耀翰 我先說一些觀點 李韻騰 那些人呢,就要笑著這樣答 因為這幫言論 太過沒有聲音 他還說 其實我都曾經是批准過 阿荔枝營保釋 現在都重新獲得委任 即是在誇張你彭耀翰 你應該做一下功課先 吹完之後呢 哎呀,彭耀翰還要死去 那不是指控法官有編補行為的 那不論法官是否還未都好 都會影響公眾信心 唉,大哥 現在不是影響公眾信心 是你想影響公眾對法官的信心 是你想這樣做而已 我不是說你彭耀翰 可以說有人想這樣做 好,接著彭耀翰又說 指定法官是由行政長官委任的 現任行政長官多次批評黎智英 又指黎智英是罪犯 哇,A軍看完這裡 立刻呆一呆 為什麼呢? 阿Sir,我想起老美 你想起老美哪件事 老美很多事情要外談 老美所有終審大法官都是委任的 你如果說是總統委任這麼大件事 老美整個制度都是死的 是不是呀? 又不叫他罵老美 真是不知道他老美是怎樣 當然這個法官們 就不會說到他老美身上 畢竟法官在法律上比A軍專業很多 也都是保持中立的做法 所以他就告訴他 作為專業的法官 只會考慮法庭上所說的話 我們法官是會交代裁決的原因的 相反陪審團是不用的 哎呀,彭律師 如果你真是想指證 甚至是指控法官是有偏頗的話 麻煩你具體一點 不要一句委任就在這裡說 很噁心,顯得你很沒有常識的 好了,跟著 當然搞了這麼久了 又是要說回Tim Owen這件事 認為律政司長是不負責任何 也沒有主動告訴國安委決定 建議入境處 他批Tim Owen的工作證 接著李運騰就說 當時Tim Owen是沒有申請延長簽證的哥仔 政府是沒有義務通知他的 A軍再加一句 Tim Owen是專業人士來的 他自己不知道會看的,不會看的嗎? 他又說現在這一段 我是不會假設國安委的決定 是不是月權的 即是說你不要這麼多 Assumption之後就指控了哥仔 好了,最後這個彭耀紅又說 行政機關和控方 我用一切手段 阻止天摩雲代表 這個黎智營是迫害的 不是檢控的 哇,迫害啊? 於是法官們就說 這麼嚴重的指控啊? 哇,好厲害啊! 即是換句話 你如果有指控的 就不要喊口號 拿些證據來告我吧 大律師 好了,法官就說 將會在五月裡頒下判詞 看清楚了 法官的判詞 是要向公眾交代的 也有裁決原因 陪審團不用的 好厲害啊! 大律師 交給大家 好,Sky,有什麼看法? 作為主持當然先給一些鑑匹角 我看得多開心 為甚麼? 因為請了一個金樓的律師 甚麼都不懂 那你說看你開心 其實大家一定不會放心 現在都沒有用 我自己覺得 聽完A哥的陳述之後 我看到內容確實很好笑 你現在究竟是 我知道你是想調整法官 但你又沒有什麼 實在是調整了很多人 你只能調整自己的 因為我們很隨便一個人 都可以達到的 為甚麼沒有透明度 我覺得很有透明度 現在呢 其實特首決定 特首是有權決定的 那又有甚麼問題呢?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呢 都是挺少料的 因為我都明白 那它當然要當作做了 不是要收錢 但是請這些人呢 我也想要黎智 拖產 坐在世間兼拖產的 那我覺得最開心的 因為我想嘛 因為它該死的 那些錢都要這樣加回來 所以呢 現在是對的 請了一個傻的 不是 公育書的問題 拿出來還要拖出來 讓工作人士笑一下 嘩 我們都覺得 這麼低著的 那些檔數真的太低了 太低了 我想問你收多少錢 要不要低 先找人女生 這個是我的看法 我開心了 帶你去交給你 我自己有一個很特別的看法 為甚麼會有這件事出來呢 其實律師知不知道是沒得打呢 大家覺得那個律師知不知道 那些大律師知不知道 我想請教大家 知道 當然知道 但為甚麼還要打呢 為甚麼還要做呢 因為有錢 是啦 我又這麼多場來打 我說記住 打公司不一定包贏 錢是收爛的 誰說要包贏 這件事就是這樣 為了賺錢 我跟趙座榮教授 就有談過相關的事 他都笑笑口說認同的 你打每一堂都要出的 你如果沒有工作 你就甚麼都沒有 所以這次大家都知道 是賺錢 賺錢的時候 明知道這個沒有機會 那就跟他說 很多大律師 所謂的甚麼 不是很多 部分 普遍 部分的大律師 真的沒有甚麼尿道 可不可以說大部分 我會死 所以 我們就知道 整件事是非常無稽的 還有 我們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的發言人 就在去年 11月28日發言 表示 中央人民政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就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發出公銜 要求他就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 包括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等有關的情況 提交報告 以及 現在的特區政府首長 是有責任去維護國家安全的 而且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首長 亦都是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 就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向中央負責 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 在行政長官之下 行政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各司其職 並共同擔負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 很清楚 那你說這件事 究竟有沒有什麼內容是值得跟大家說一下 我就覺得是沒有什麼內容可以跟大家說的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看西方現在的情況 其實是值得大家說的 我們看到在4月24日 那時候在英國國會 一個所謂的跨黨派香港小組 在國會大樓舉行活動 之間出席者手持要求釋放一傳媒雷智英的傳單 但是怎樣 進不進去呢 大家猜一下 A軍進入了嗎 入到 不過舉不到牌而已 保安 以政治口號 和物料 不得帶入議會 為由沒收 沒收了嗎 所以 阿Sir 理論上他們是入到的 不過不能帶這些東西進去 是入到 但不能帶東西 被人沒收 下議院的發言人 即是老英那邊 就強調 一直禁止訪客攜帶政治宣傳和材料入議會 這個跨黨派小組 當日邀請公眾聚會 說會派發香港傳媒自由的最新報告 以及要求釋放黎智英的傳單 出席者包括前脫歐事務大臣 戴德偉和黎智英的律師 叫做加拉格爾 加拉格爾 加拉格爾 不知要是否來到香港 說是黎智英的律師 這個很特別 部份議會者 在前會議會 上帝的時候 保安攔截他們 收回他們的報告和傳單 當時 經戴德偉 出面施壓 保安最後向訪客歸橫報告和傳單 戴德偉批評 保安的做法是瘋狂和極度愚蠢的 什麼 極度愚蠢 但都說你是極度愚蠢 你為了政治 所以有關這些材料和政治口號 其實真的不可以打入國會 另一方面 我們就看看老美怎樣看這件事 老美 國會譴責中國 擔制言論 要求釋放 副察和黎智英 副察是哪位呢 就是一位叫做八旗的總編輯副察 本名叫做李延賀 在內地被拘捕 他現在定居於台灣 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的中國問題委員會 關切媒體工作者 這個負責和黎智英的租到中國拘留 今天發推文譴責中國 拘捷言論 呼籲立即釋放他們 干預內政 這是華盛頓在5月3日的一個報道 這個報道我覺得非常奇怪 關你什麼事 現在美國如果有人違反了國安法 那很簡單 我說你要釋放他 你不夠自由 應該這樣做才對 那麼我們看到 有關黎智英這件事 就是上了國際台頭條 自己正如價值還在 但是有沒有用呢 我就覺得 是沒得用了 大家看我們說 李台也知道了 還有大衛上的頻道 你也知道老美 那麼多人要求見我們 那布林肯又說要來 耶倫也說要來 雷蒙多也說要來 但是全部都來不了 暫時這一刻 我們就靜觀其變 看看情況會如何 他突然說 我們國家會不會接見他 我想我們國家會有很明智的考慮 這次黎智英這件事給我感覺到 有一件事 他的最大的罪名是什麼呢 就是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還有呢 有一項串謀刊法煽動刊物罪等等 這些罪行呢 是不是表面偏頗呢 我覺得不是的 喂 香港人看得很清楚 全部都是堅了來的 是不是 Sky 加了給你 是啊 看得很清楚 他的罪行呢 條條都很清晰 全香港人呢 應該一定記住 和永始不忘的 所以你說 怎麼會是 好像你們說過這樣 不過我有一點想賺 賺英國的制度是挺好的 不給他帶他進去 之前呢 你也知道 我們都扔爛了 如果是這樣 到當時林卓廷 都撕不住那本文 撕不住我們 那本文法 撕不住了 這些事情做得對 有時候對的事情 我們要記住別人對的事情 對的事情 不如讓他帶進去 如果我是香港市民 我看到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在商量 在不停在關於人家的內徑 而不幫他做事 我又會很生氣 所以根本沒有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這批議員 是可以勾的 誰說 怎麼誇張派選出來 我不知道 你得到民心嗎 你不是做事的 幫人家外國 在聲援人家的事情 現在你國家的事情做變了嗎 香港現在好嗎 就是了 看都是垃圾 說完了 交給他下去 這絕對是 A君有沒有要補充 總結一下好不好 最後A君想起 以前委內瑞拉 有一條人被魯美捧了出來 去撞當時委內瑞拉的總統 結果他就撞輸了 但是魯美依然是捧他的 甚至乎 就是捧到說 他是臨時政府的大總統 好像袁世凱那樣的 後來到魯美 就是要求委內瑞拉 去增加石油供應的時候 然後一個屈尾十 這位仁兄 現在被當作鄧鄧看待 老婆也走路了 可憐 不過我說了這麼多 他的背景 我到現在都記不起他的名字 不但我記不起 連魯美那些人士都記不起 捧他的官員問回 你記不記得是誰 誰是誰 麗芝瑩 其實我想說 那時候捧到風沙上升 老美幫他坐在 是坐在總統的位置 一沒有用價值的時候 都會是 我都不記得是誰 我都不記得是誰 麗芝瑩 你提起我才記得他的名字 不過美國的官員 都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那麽大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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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這麽大件事 大家真的要很清楚知道 那麽我一會把這位 曾經被遺忘的 那麽說 إن她就是有 package 曾經被遺忘了 那麽跟這麽い好 就是因為我們掲讀的學校 那麽我實際上有很多 為瑞內瑞拉的移民 即是他們的經歷是非常的慘痛 你明明是 你明明是 對於奧 DOM freakin 是極盡收割的能使 所以委內瑞拉的貨幣是大貶值,令到很多商人血本無歸 這些情況和黎智英當初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 大家互相仇恨,撕裂香港 這些情況,值得加去嗎?我覺得一月一完全不是 好了,說完了,發出這麼多一封,我們說回正面的事 四個字,慶祝難書,說完了,慶祝難書,這個絕對是 好了,接著我們說一下區議會 剛開始我們說過,我們看了區議會的一些細節 我就覺得是真的不錯的,尤其是年輕人那裏 A君,你做到很多研究,有什麼看法?我想請問一下 略說,雖然大家都知道,再回憶,27個當年議員 另外179個由行政長官親自委任 176個是地區委員會的席位 88個是直選議席 加上470個 這裏就可以說了 接下來的數目絕對不會少於支持的區議會 這次就是有六大重點,剛才提過保持470個位置 更加重要的是另外幾點,六大重點 另外幾點,第二點就是落實愛國者治國的原則 區議會要進入資格審查制度 第三點,區議會的主席是由18區的民政事務專員擔任的 第四點就是區議員的薪酬和津貼跟現在差不多了 第五點引入理職的監察制度 確保區議員在履行他的職責 第六點是強化地區治理架構 設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和地區治理專組 由政務司、政府司長分別去主持 這幾點可以說是非常深遠的改革 其中地區治理架構大幅重整過 以及有些人說有很多留言 說不是直選出來 會不會是不向選民交代等等 就有些真意 真什麼意 許智峯就是這傢伙 許智峯你現在自己在外面 接著有些人說 批評新區議會的制度 大幅削減民選議席 質疑令到區議會變成單純支持 政府的橡皮圖章 表明就不會支持新方 你知不知前回香港才算吧 前民主派的區議員 其實這些就是廢話 你其實為了法 你在外面好像說什麼都可以 但是說真的 你什麼叫區議會呢 區議會是一個服務市民 以及一個諮詢的機構 問一下民間 究竟想做些什麼 以及這件事做起來好不好呢 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看到曾國偉 我們的政制事務局局長 以及青年局局長 美娟 就在社交媒體上發文 就贊問 點名就質疑這一位 許智峯回來啦 等於聲明中清 區議會過去中 確實有實際的政治權力 但是根據基本法 區議會是非政權性 以及只是一個諮詢性的機構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現在看到他們是指鹿為馬的 以及你這樣混淆視聽 就是我們的民政事務局局長都說 你夠薑回來啦 大哥 你不要不回來 接著的時候 你就再來搞搞鎮 以及罵他們什麼 意圖再禍國央民 嘩 說得很厲害 是不是 A君 Sky 怎麼看 Sky 不好意思 Sky 不要緊 因為這篇文章 說了區議會 現在的 接下來 我聽到大家 來的新架構 我看到A君 說得很清晰 太偉杰都說 是做得不錯的 我很希望 真是開保護市民 因為 其實原本是有400多位區議員 最後就是搞了一些我們認為不合法的選舉 不合理的選舉 導致到一群完全根本不是為民生服務的人走出來 搞到民不聊生 現在只剩下百多個 真的可能真的在做事那些 所以現在接下來 如果多一些青年我相信 因為年輕人的動力 還有他們那個其實很多地區主任都是年輕人 因為之前經過的疫情 很多地區人士都是幫國有派 派物資的割藥 其實真的要有割斷去做 還有真的要身體力行 所以我覺得 竟然聽人做是好的 至於這位逃犯的許智峯 看到他真是很偉大 連同30位前的區議員發表聲明 前話 重點是前的 當然是前 應該都跟我一起走路了 但是我記得明明有幾百位 為什麽只有30位支持你呢 和你搭嘴 那些一定是討厭你 你這傢伙 走得快 搞到人家 不能用氣候條件 怎樣說要出去談些什麽而走的 你又不通知人家一聲 真是很無慮 他現在 直接說你簽署罪人 我都覺得 對呀 你現在這些要插喊觸客 還要說 這次的局長 和我們政制局局長 另外一位 兩位是甚麼類話 真的非常之好 我都很想說 如果保安局長一定加上這句 你應該要回來自首 你絕對要回來 否則你講那麼多話幹什麽呢 你右水人去就說沒有人做 只有30個而已 那幾百個都不跟他瘋了 所以你真是很黑人陣 真是很想拘捕你 真是警察真是很想拘捕你 所以我很想你回來 你這麼多 最好一陣子跟澳洲搞到 現在關係不錯 那去到澳洲 引造了回來 這樣就很棒了 修這樣可以修 修後兩個人沒那麼生氣 提起他們的火鍋 剛剛知道這件事 這個看法 交給A君 是 首先他就在那裡吵 就說哎呀愛國者原則 那又不是很棒 A君真的拘捕到頭都穿了 難道賣國者治港就行嗎 好了 還有一件事 很明顯的 國家其實就有 如果是講國家的一個 general的概念 那就是國家民族的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概念 如果連自己國家都不去 效忠 那為什麼要找你呢 難道你效忠第二個國家 好了 接著第二個概念就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主權國家 A君經常所說的 比如主權國家 我們現在就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我們的主權國家 國家的概念 你說中國歷朝都是國家來的 這個都是對的 所以兩個不同的概念 一個比較比較 general一點 一個很 specific就是現在 是代表著這個國家的主權國家 那為什麼突然又要說到主權國家的概念呢 喂 大哥你做議員嘛 你不是效忠於這個主權國家 你進來議會來做什麼議員呢 你應該走去 你不應該拿議員的位置 你應該走去造反嘛 好像孫中山那樣 他不認同清朝的就走去造反嘛 喂 你現在又說 喂 我要進來做區議員 不過我不愛這個主權國家 也都不愛國啊 你是不是傻的 你試一下這件事 去全世界看看有哪個國家 講得你通 你夠僵的就好像剛才那個 什麼鬼啊 不怪你記得 那些什麼 nobody啊 那個人這樣 哇 聽老美說完之後就選擇總統 那你都還覺得 你雖然是出賣了你的主權國家 但是都叫做有一點點 但是你現在搞什麼啊 大哥 好了 接著就回到這一邊了 就說這個區議會的主席 由十八區的民政事務專員擔任 有些問題 喂 做主席擔任而已 保持整個運作 就不會好像你那幫人 互選選完之後 接著那個區議會主席 不知道做什麼啊 現在是你們親身示範過 原來你們那幫人這樣做事 是可以沒有control的 那現在就找個主席來做control 找政府的民政事務專員來做control 那民政事務專員都是負責district的東西 是不是啊 好啦 接著 引入這個監察制度 這件事是做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就說 哎呀 他們不是民選出來呢 接著就不知道會不會perform 就好像文美娟說的 其實他都親眼見過 有不少所謂民選區議員 開會少於十五分鐘 幾年裡面 那所以呢 其實只選呢 選完之後是不是有監察呢 那這件事是更加重要 例如現在區議會那幫人 自己走了 或者還在鬥人工的那幫人 例如A軍自己住在那區 那個無隻追區議員 我都沒見過他袍頭 反而前度那個區議員 A軍看他比這一件更多 那這些就沒有監察了 你以為民選大了嗎 民選不是大了 一樣可以選到你 許智峯這些垃圾的 所以民選不一定有保證 你自己照鏡就知道 許智峯 交給大家 遠一點和近一點 你可以看到拜登和特離譜 兩國都是一樣的 所謂的民選 挺搞笑的 不行 剛剛說得這麼興奮 我真的要講一講 曾國偉和麥美娟兩位局長 所寫的文章的大概內容是怎樣 大家不介意 我想大家聽到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得很對 他們形容 許智峯是當年反中亂港的破壞分子 勾結外部的敵對勢力 透過當年不完整的選舉制度 煽動鼓惑人心 奪得立法會和區議會的議席 並且藉此去搗亂香港 作出種種賭行逆思 助長黑暴攬炒 破壞社會秩序 阻撓政府施政 宣揚港獨和危害國家行為 當年自許為民主鬥時 他是一副假面孔 結果當執法部門採取拘捕行動 他需要面對法律刑責時 就虛稱前往外國交流 而騙得法庭批准 離港後去疑皇后 當年法庭為何批准 我真的有點疑惑 到現在為止 我也有疑惑 我只是覺得很不合理 為何法庭會批准一個 那麼有潛途可能性的人 去被他外國度 這一點 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這兩位局長 對於這種連自身的所作所為 都不夠膽勇於面對的 疲疲內弱的小人 他的貼文根本不值一切 但考慮到其用心之惡毒 仍然妄想 叫做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 甚麼叫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 甚麼叫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 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 及其他事務的諮詢 或者負責提供文化、看諾、衛生環境等服務 條文很清楚明確 一個是區域組織的本質是非政權性,而區域組織是諮詢性服務性的組織,足以證明許智峰是紫綠為馬,鬼話連騙,或者不是對基本法一要不通就肯定是試圖再次如目混珠,顛倒黑白的慣常古惑技術蒙騙大眾 此外,許智峰又採取以往以假亂真混淆視聽的手法,編造了一連串毫無根據,口號式的胡言亂語,拆限觸冊,恬不知此 他們再次譴責許智峰仍然死心不惜,試圖再禍割殃民,更建議許智峰不如坦然回香港自首,面對法律制裁 儘管會受到法律懲處,但起碼良心所安,日後仍然可以改過自身,重新做人 他們指,如果許智峰仍然執迷不悟,最終只會一輩子淪為逃犯,終身就遭人唾棄 別以為抱著外國乾爹的大腿就可以逍遙一世,吐死狗攀,乃千古之律 不其然令我想起,當年許智峰被警方要拘捕的時候,警方說你不要再演戲了 你演戲,要來幹什麼?上車吧!這件事我相信大家匿匿在目,現在又出來獻世 我真的覺得眼睛都冤了,是不是這樣說?Sky,有沒有事要補充一下? 補充其實手足也很討厭,因為他真是去指一名,經常來到便是便處長 喊喊喊說幾句,然後又被人趕走就走了,真的走了 他就說做戲,這個真的是棄指來的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呢?我很不值得,因為他在澳洲被人潑水 人家用國安法,國安法有關係的 我想問,如果是這樣計算 你今日倒這棵植物,你都不知道反了幾條國安法 所以真的,Come on baby,回來吧 大把東西你可以說,我給你說,這是我補充 警察真的很想繼續見到你 我都相信是,A關交給你 很討厭你 很歡迎你回來 他留在澳洲繼續玩一下糞便 然後就繼續侵襲一下官員 然後又搶一下人手機位,撕一下證據 你想見到他回來,其實我也有一個時刻想 但我又覺得見到他又浪費米飯 算了,他長期不回來 在外面那裡浪費,又浪費不到我 沒所謂,我對這些,又是那句 你都變成了Mr. Low Body 這件事,你就找回30個前區議員去查一下存在感 看看老美還有沒有預算給你 嘗嘗水溫也好 你的想法是這樣,我知道 交回給大家 OK,好了,今天就講到這兩件事 但我們剛剛好就五一黃金周過去 另外,香港很多內地的旅客來深度遊 我這幾天在街上看到,很多人都在路牌下面拍照 而且看到很多茶餐廳爆滿了 根據香港經濟事務局的資料顯示 香港3月份的消費總值增加得很厲害 這次五一,我覺得應該也是 起碼看到很多復甦的地方 我老婆說去銅鑼灣那裡走過 五一那一天,人山人海 大家看到很驚人 我今天看到就剩下很多 那其實這兩天我在香港 我都覺得是 嘩,真的很多人 也希望大家做多些生意 這個才是大家最希望的 還有,之博 內地的旅遊 都創了一個極新的高峰 嘩,厲害厲害,A君 鄭文,有什麼解說? 鄭文 首先略說黃金洲A君 逆期到二行回到深圳之餘 第二天就在家裡播劇 你逆期到二行回到深圳嗎? 是 是呀 我都不知道怎樣 好厲害 多不多人 深圳還不錯 過關很暢順 總之我也去了 下次見你 好 好 其實旅遊人士喜歡來的時候 我們就做一下自己的事 等同A君都很喜歡 趁內地淡季的時候 才回上去旅行 好了,只剩下自己的體法之後 再說一說 剛才說的滋薄燒烤 這個真是夠火爆了 簡直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夜爆紅 原來這件事件都要說一說 滋薄 不過是470萬人處的城市 原本屬於東北區的工業重鎮 現在就開始走下坡 產業空心化 他就在城外山東的排名 在市場排到第七 這也屬於國內 都覺得是一個三線的支隊 但是4月中的時候 滋薄燒烤成為了網絡熱話 也當地官員很懂得利用網絡去做事 令到滋薄燒烤馬上彈了上來 怎麼懂得用網絡去做事 原來 滋薄市政府三列的時候 就在北京舉行了一個 命校人才職通車的活動 市委書記 去到清華北大道去演講 同時間邀請學生 就考慮在滋薄發展 真是搶人才 很薄盡 看來鄉島也要嘗試 可不可以做多些這些事情 除了演講之外 還有免費招待北京 北大和清華兩邊的學生 在五一期間到訪參觀 包食包住 提出這件事 提出完 北大清華學生 你提出五一期間 可以包食包住觀光 於是人們就開始搜索 你滋薄有什麼好吃好玩 一搜到有人找到滋薄燒烤 於是在抖音小紅書 一直在那裡聊 官員市委說 是免費招待北京清華 不如我們去吧 一直在那裡說 越說越厲害 再加上我們國內的演算法之後 就將這個滋薄燒烤 推到一個高位 這次真是想不到 這個很棒的 香港應該學習一下 只是針對性 或者是小紅書上告 去宣傳一下香港的一些特色 因為香港 最特別的地方 即是我們覺得很平常 最平常是什麼 A君 知不知 對著海 不是對著海 對著最平常的茶餐廳 蛋汁奶茶那些 其實對著海 我們很平常 但我想說 其實你只要在內陸生活出生 可能人生絕大部分的時間 是沒見過海的 沒錯 沒錯 但是對著海是很好的 還有香港是真的很方便 對很多內地的朋友來說 他們來香港是覺得 哇 你們很方便 下街周圍也有東西吃 雖然中山也很方便 但譬如我要吃燒蝦 我樓下都有 但不多 起碼是一個一個 騙區這樣的情況 但在香港不是的 譬如好像 我住在將軍路 在將軍路廣場 這裏都是有東西吃的 你這些對內地的朋友來說 是很驚訝的 商場連商場來都可以 上面又住了這麼多人 還有你的茶餐廳 你的食物真是方便到雲 對他們來說 最平常的美食 反而是比較少去接觸到 譬如好像茶餐廳裡面的 黯然燒雲飯 西多士 這些他們是很喜歡很喜歡的 現在開放了 大家知道疫情過了之後 當然是大家過來 洗一下錢 買一下東西 增長香港的消費 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是一家人 大家都是灣區的居民 香港是一個比較獨特的環境 我們的時候 應該兩地多些交流 還有上去 還有記住 五一的時候 千萬不要開車到處去 千萬不要 可能你要經歷十個小時的時間 才可以去到潮州 本來只需要兩個小時的地方 就去到 我很多朋友經歷過 還有今次有很多戰鬥部隊 去到那個海底 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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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睡覺 很多年輕人 因為快閃和不用錢 用最低的成本 由最多的地方 這是造成很多困擾 還有很多酒店 也是因為這樣 而加價一倍 一倍半 這些算是很良心的 最厲害的是加價超過十倍 這些酒店 為何會加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大家都是蜂擁而出 報復性消費 終於來臨了 五一 所以的時候 不要說中國經濟不行 中國經濟的內需 是做得非常好 為何中國人民這麼喜歡儲錢 儲完錢 當然 拿些出來 洗一下 我們振興國家的消費 內需 整個內需市場 我想這次很大機會又破紀錄了 根據數字上 已經比2019年那時候的五一 就已經超過十幾% 我相信經過仔細調查 可能分分鐘不止 是不是這樣 X街 怎樣看 我見到今次五日黃金周 真的幾年都沒有見過 這麼多人 在加這麼多旗子 有旗子 有旗子 就是有團 又見到旅遊巴 真的見到香港真正的復蘇 這個是 我們覺得是很多人的 但是習慣的 其實我們很不習慣 這幾年就是 大時大節 或者一些特別的假期 是沒有什麼喝的 真的很不習慣 真的這個才是反而不習慣 現在我們是回到正常 一般以前正常生活的時期 一到大假期見到的情況 就是這樣 很開心的 但是人手方面 就真的差一點 我都說做得很辛苦 但是辛苦得來也很划算 因為很難刺 就是內地團肯來 我真心說 當日你們這樣對別人 很多都說 不是啊 我們還是來到 看著維港 還是以前的維港 很掛著香港的美食 他們真的這麼說 維港 我們的夜景 我們的美食 茶餐廳在哪裏 很多的雞蛋仔 都很喜歡吃的 真的很特別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推廣 我們搞一些美食交流 其實真的要做 大灣區美食交流 我很想做 因為做較早前 我看了那個節目 湖南衛銷 和芒果那些合環 就是找了香港很紅的 大家都認識的 歌影視的明星 就回去大灣仔 推廣我們大灣仔美食 甚至乎親自下廚 哇 拍了很多集 所以我覺得很精彩的拍攝 所以我覺得搞多一些 其實內地的電視台 都合辦去推廣我們大灣區美食 那其實 為什麼不可以搞一個大灣區美食之序呢 這個是我提議的 其實搞得起的 真的很多人認識 原來我問 原來他們去到那些地方問那些人 其實你知道什麼 我知道啊 我來過 但是有什麼特別喜歡吃 很多的說不了 有些又說我不出個名字 就是我很想傳承多一些 讓人家記得個名字 我們真的有特色的食物 就是這樣說 原來喝茶都是特別好吃的 他們那些點心 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繼續保留 很希望做得更好 接下來的黃金舟 我們人又夠 我們大家都可以流轉到的生意 這個是我很好想的 其實開心的 是啊 大家都做得很辛苦 但是開心的 是那些客人夠 我們那些人手不是很夠的 是啊 我就是知道那些人手不夠 我就說了 很可憐 那些人是很辛苦的 但是 都要笑著做 這麼難得別人來 對不對 我們怎麼都要做代客之道 對不對 A君 就這樣 講起代客之道 A君 這麼開心的事 固然就 有兩千雜丹 但是 都要講回 鄉道有些事情 要注意 剛才就講起代客之道 A君 真的都要 鄉道要接受一個 就是 香港近幾年出現的事 我不是很想接受的 就是高級消費 高級服務 中級消費和低級消費 是沒有服務的 還有 不知道為什麼 A君 就零零四四覺得 近幾年 服務員的臉 越來越黑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 其實還有一些景點 A君 找回鄉道 推介景點 但是一個景點 是迪士尼諾 咦 上海都有 第二個景點 維多利亞港 然後 這個當然厲害 好看 接著 就是 海洋公園 老實說 海洋公園 都需要做多些事情 因為真的被長龍 都很激怒 第四個是什麼 怪獸大廈 誰叫怪獸大廈 重慶大廈 莫非人 就是拍了多部電影 很有型的大廈 益昌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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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知道 我四個經常在那裡 接著是車公廟 安平三陸 天壇大佛 太平山 立像館 然後數一數 長洲 斜柱 淺水灣 老旺 老童 老尖 等等 還有油麻地警署 油麻地警署 那裡也是 是 了解 老實說 好玩就好玩 但是 剛才數到 老旺 那些 都要去到深道遊 才是老馬式圖 這樣 其實A關 看回那些景點 有些都覺得 競爭力 是有需要提升 因為其實 可能早十年八座前 就真的可能走到很遲 但是 譬如 以滴滴尼為例 上海的滴滴尼 剛才提到 海洋公園 如果是水族館 老實說 就真的 已經被新加坡技術性擊倒了 再加上長龍 內地的朋友 不用申請 都可以去到長龍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訂閱 港理台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